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雨菲 今天我们有三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指责英国无端污名化间谍死亡事件引发外交风波 随着一名涉嫌非法协助香港外国情报机构的男子在伦敦公园被发现死亡 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中国要求英国公布真相,并亦指责其任意逮捕和污名化的行为 这一事件无疑使得自2019年以来因国家安全问题而升温的中英关系更加紧张 接下来,GC冻结俄罗斯资产驻乌克兰3000亿美元成交点 GC工业国家集团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未来的收入来帮助乌克兰 这些资产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冻结 美国正推动向乌克兰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贷款 GC的声明还表达了对中国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关注 并承诺监控中国工业过剩产能的负面影响 最后,香港楼市降温,买家冷兑新盘 随着政府三个月前取消了一些降温措施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购买兴趣明显减弱 在最近的一次销售中,买家仅购买了G,16%的新盘 这与香港住宅物业市场的整体放缓趋势值 专家预测,二所房交易量将4月下降31.7% 新房交易量则将下降46.4%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中国指责英国对其公民进行肆意污名化和任意逮捕 这一指控源于一名涉嫌非法协助香港外国情报机构的男子 在伦敦被发现死亡 中国外交部在香港的办公室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英国对中国公民的虚假指控 侵犯其合法权利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英关系因香港问题而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37岁的马修·特里克特曾是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 后来成为移民官和私人调查员 他在伦敦西部的一个公园被发现死亡 特里克特与两名其他被告 一同被指控在英国协助外国情报机构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要求英国公布特里克特死亡的真相 南华早报报道 七国集团G7将探索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来帮助乌克兰 G7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 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 美国推动G7伙伴支持一项贷款计划 可能为基辅提供高达500亿美元的短期资金 G7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雷萨会议上 讨论了乌克兰资金问题 并将在6月中旬的峰会上提交建议 G7还对中国的工业过剩产能表示关注 并重申对过度波动的货币变动的承诺 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呼吁G7对中国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表达一致反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扣房者对会得封地产在江军澳的Park Seasons项目新推售的单位兴趣冷淡 政府近三个月前取消了冷却措施 最初的扣房热潮已经减退 周六该项目仅售出16%的新单位 会得封此次推出的单位价格在450万至780万港元之间 尽管需求有所减弱 但香港的住宅市场仍叫冷却措施取消前有所改善 2月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取消所有冷却措施 并放宽按揭融资 上月香港的房地产交易接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总交易价值也大幅上升 尽管目前市场仍以本地买家为主 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需求也在增加 预计香港的住宅市场将继续向积极方向发展 南华早报报道 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 苏格兰画家安娜·霍奇基斯和他的美国朋友 玛丽·奥古斯塔·穆利金 以鲜艳的水彩画记录了中国和香港的风景 这些作品曾经广受欢迎并经常展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位女性艺术家逐渐被遗忘 霍奇基斯在苏格兰仍有些许名声 因为他曾参与1920年代的科克库布里艺术家社区 而穆利金则几乎完全被忽视 这两位女性艺术家在20世纪的中国 尤其是北京 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使命 她们的作品在中国、欧洲和北美的画廊中展出 吸引了当地和国际观众的目光 霍奇基斯的中国作品色彩丰富 为我们提供了1930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形象 而穆利金的风景画 则受到了日本和韩国画风的影响 这两位艺术家在北京的巷子里 共用一个工作室 并合作出版了多本书籍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结束了 为期两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是迄今为止在台湾附近举行的 最大规模和最接近的演习 这次演习被称为联合力舰2024A 包括前进、包围、封锁、攻击 摧毁、摧毁和切断等行动 演习是在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后三天开始的 北京谴责赖赖的演说为独立宣言 台湾方面则称 这次演习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破坏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表示 这次演习旨在测试解放军的战争整合能力 和对台湾军事和政治神经中枢的打击能力 台湾国防部表示 在演习期间共有62架解放军飞机和27艘军舰在台湾附近活动 其中47架飞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 南华早报报道 著名歌手雷哈纳在访问上海期间 现场制作了一份中国式煎饼 这一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雷哈纳在5月中旬前往上海 推广她的美妆品牌Fenty Beauty 并参加了一场与中国美容博主的直播活动 在看到街头煎饼摊后 她表示想尝试制作煎饼 在一段病毒式传播的视频中 雷哈纳熟练地将面糊摊在煎锅上 打了一个鸡蛋撒上葱花 完成后询问摊主 这是煎饼吗 煎饼是一种在中国和海外 都很受欢迎的传统早餐 起源于山东省和天津市 煎饼的核心成分包括用面粉和古物粉 制成的面糊、鸡蛋和酱料 煎饼的制作过程仅需RMTA三分钟 一份煎饼在中国通常售价约为10元人民币 但加入香肠、火腿或蔬菜等下料后价格会更高 煎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其中最广为流传的 传说是它由古代中国的诸葛亮发明 煎饼在海外也很受欢迎 2015年 一名在纽约留学的中国学生 在市中心设立了一个煎饼摊 每天收入达到1500美元 Telegraph在英国威尔士边境的切斯特旁 空中客车的异常正如火如荼的运作 生产线昼夜不停 以满足全球航空公司的创纪录需求 这里生产了公司90%的机翼 然后运往法国、德国、中国和美国进行组装 在布劳顿的工厂角落 有一个地方即使是空中客车的员工 也必须得到许可才能进入 那就是设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是空中客车开发下一代飞机的核心 旨在巩固其在单通道薄喷漆机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空中客车的明日之翼计划正在制造三种原型机翼 现有计划设想了复合材料制成的机翼 这些机翼比现有的更长更薄 且每个末端都有一个锅链 使机翼尖端可以垂直折叠 从而适应现有的机场登机口 除了这些创新 AMRC还在测试更为激进的概念 如具有52米翼展的额外性能翼 其具备自适应控制技术 可以根据飞行条件改变形状 类似于鸟的翅膀 空中客车通过这些前卫的技术 力求在减少燃料消耗的同时提高升力 进而减少航空业的碳足迹 The Toronto Star 在加拿大许多家庭因为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自闭症疗法 而陷入困境 对于那些有自闭症普系障碍孩子的家庭来说 昂贵的治疗费用如每小时100家元以上的言语治疗 职业治疗和应用行为分析 ABA治疗 可能每周高达3000家元 这让大多数家庭难以承受 许多孩子因此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家长们每天都在担心孩子是否能安全上学或被送回家 政府必须确保这些服务成为资助的健康服务的一部分 以便所有孩子都能茁壮成长 而不仅仅是勉强生存 政府的行动比言辞更有利 他们应该确保无论家庭住在安大略省的哪里 都能及时获得服务 与此同时 特鲁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也饱受批评 一些人认为他在增加税收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正在恶化 加拿大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可能因此受到限制 特鲁多需要更关注加拿大的经济未来 并围绕自己配备优秀的经济顾问 The Toronto Star 加拿大在全球电动汽车EV产业中的地位 面临成为美中贸易战火线的风险 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周将进口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提高到102.5% 这让加拿大陷入两难境地 加拿大可以选择加入拜登的北美堡垒战略 提高关税 使低价的中国电动汽车难以进入加拿大市场 或者它可以选择不保护本国的新 新电动汽车生态系统从而面临中国廉价进口的冲击 中国电动汽车进口 已经在巴西和墨西哥市场取得了显着进展 尤其是在墨西哥突破了北美堡垒 中国的比亚迪已经计划在欧洲和墨西哥则建立两个电动汽车组装厂 加拿大每年进口4万辆在上海组装的特斯拉 加拿大的目标是到2035年时限100%的零排放车辆ZV销售 但如果不加保护 这可能会削弱本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加拿大可以通过邀请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本地组装车辆来解决这一困境 从而在不影响北美市场的情况下 促进本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美联社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计划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安全会议后访问柬埔寨 这将是他自去年洪森卸任以来首次访问该国 奥斯汀此行的目的是修复因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政策 和南海领土争端而恶化的美中关系 尽管柬埔寨与中国关系密切 但美国对其人权记录表示担忧 特别是对政治意见者的持续打压 奥斯汀计划与柬埔寨高级官员会面 希望借此机会推进美建关系 并可能重新调整两国关系 奥斯汀和柬埔寨新任总理鸿马内 同为西点军校毕业生 这一共同背景可能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契机 华盛顿邮报 曾几何时美国在中国拥有极高的吸引力 但如今这一软实力已大幅减弱 20世纪90年代 麦当劳、耐克和苹果等美国品牌 在中国备受追捧 但如今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支持本土品牌 如Locking Cafe和华为手机 中国媒体和评论家讽刺美国为美帝 并广泛报道美国的枪击事件、警察暴力和政治激化等问题 这种情绪变化反映了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提升文化自信 试图增强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强调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失去软实力 不仅削弱了其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也使得两国合作解决共同问题 变得更加困难 环球邮报 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标志着中美贸易战进入新阶段 中国正压住于新工业革命 试图通过发展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 实现与西方的真正平等 然而这一战略也面临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政策制定者面临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消费不足导致经济放缓 尽管中国政府通过补贴和支持快速扩展工业生产 但这一策略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 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尝试通过科学技术发展新产业 但最终失败 如果中国未能成功实现这一工业革命 其统治阶级可能面临与苏联前辈类似的命运 日经亚洲报道 GTIM财长们在意大利斯特雷所举行会议 讨讨如何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来帮助乌克兰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GTI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 会议草案中提到 GTI正在探讨将这些被冻结资产的未来收益 用于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 乌克兰财政部长谢特尔西·马尔勤科也参与了此次会议 他的国家正面临北部和东部的俄军攻势 GTI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计划在6月中旬的峰会上 向GTI国家首脑提出乌克兰资金问题的解决方案 此外 会议还讨论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工业产能过剩问题 GTI对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担忧 并考虑采取措施确保公平竞争 雅虎美国报道称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俄乌战争中的关键因素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弹药 但自战争开始以来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显著增加 包括机器零件、微电子和其他技术 这些都被莫斯科用于制造导弹、坦克和飞机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北社约国家必须向基辅提供更多武器和弹药 包括防空系统和远程武器 尽管乌克兰在战场上因缺乏弹药和武器而遭受挫折 但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乌克兰仍有获胜的机会 南华早报报道 一支国际团队利用北京电子正负对撞机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了一种被理论化的粒子 胶球的存在 如果确认 这将是自2012年 发现希格斯波色子以来 粒子物理学最令人兴奋的发现 胶球由纯粹的胶子组成 是一种无质量的粘性粒子 负责将夸克粘合在一起 形成质子、中子等物质成分 研究团队在对撞机中 撞机电子及其反粒子 并筛选了超过100亿个碰撞样本 最终发现了一个名为XF-L370的粒子 其质量和自旋等关键特性 与理论预测的胶球相符 尽管实验结果具有11.7希格马的统计显著性 但理论物理学家们仍然保持谨慎 认为需要更多实验来确认这些粒子 是否是纯胶球或与夸克混合的胶球 牛津大学的弗兰克·克罗斯教授称 这项研究诱人且令人鼓舞 但他同时表示 纯胶球的概念过于简单 需要进一步验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